春雨不如预期 目前陶珠苗已经进入了第一阶段的限水 那么高雄呢 22号也要开始限水 经济部已经成立了旱灾应变小组 这是9年来 首度提升到部会等级 一瓢一瓢的捞水出来洗碗 水情拉警报 春雨一直不来 店家忧心忡忡 一瓢一瓢老板也是很痛苦啊 又回去拿水啊 什么去到处找水 目前陶珠苗已经实施第一阶段限水 22号高雄地区也要更近 从晚上11点到上午5点减压限水 为了了解水情 行政院长江一华视察石门水库之后表示 如果水量持续短缺 4月10号可能实施第二阶段限水 届时用水大户入游泳池洗衣场 将有进一步水量管制 一月份的时候 它的降雨量只有往年平均值的50% 到了2月跟3月呢 只有往年平均值的10% 目前经济部紧急提升 旱灾应变小组 9年来首度提升到部会等级 但如果水情持续恶化 到出现橙灯或是红灯 抗岸小组将提升到中央灾害应变小组 这个阶层有多高 是我们部里面 为了增加雨量 21号水利署将在石门水库 及苗里明德水库上空 进行人造增雨 如果降雨不理想 24号将再度实施 希望对增加水量有所帮助 总林新闻综合报道